16号的上午7点12分左右 在台东的近海发生了规模5.7的地震 除了台北以外 全省各地区都能够感受到地震的震度 而台东的长冰箱更出现了最大震度5级 所幸这起地震并没有造成灾情的发生 今天早上7点的时候 在台东近海发生了规模5.7的地震 除了台北以外 各地区都能感受到地震 台东长冰箱则出现了最大震度5级 这次的地震 让正在赶去上班的民众也受到了惊吓 有些民众则是没有感受到地震 摇得蛮大的 那时候你在做什么 我那时候刚好准备要上班 在吃早餐 有没有被吓到 有 我以为我头晕了呢 结果才知道是地震 没有感觉 完全没有感觉 是 那家人有没有听说有地震 没有都没有听说 都不知道 应该不是在市中心 应该是在外海吧 如果在市中心的话 它会摇晃得很大 应该就会被摇洗 所幸这次台东地区没有重大的灾情发生 今天受封面系统影响 余事偏多 山区民众则需要特别注意土石松东的危险 记者蔡承翰台东市报导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